在德国,许多农民跟不上农田价格上涨的步伐 这就驱使一些人出国去种地 例如,一位德国有机农民在乌克兰种植古物 他原本住在德国的萨克森安哈特州 但是近些年来,德国土地价格持续上涨 7年前,他开始在乌克兰西部租赁土地 在大约550公顷的土地上种植玉米和小麦 并且还聘请了 乌克兰当地的员工帮忙打理农场 农场里的所有工作都是机械化完成 农业机械是从德国运过来的 往年的时候,他通过550公顷的土地获利颇丰 但是现在受战争影响 他的谷物出口遇到了问题 谷物仓库已经满了 通过马里乌波尔或奥德萨 横跨黑海的正常贸易路线已不复存在 很多玉米和谷物无法运出去 他之所以选择在乌克兰种地 是因为乌克兰有欧洲最肥沃的黑土地 同时相比于德国 乌克兰的地价要便宜很多 1995年至2020年间 德国东部一公顷农业用地的价格上涨了293% 平均价格约为17000欧元 为防止土地兼并 德国规定出售一定规模以上的农业用地 必须获得官方许可 一些财团为了规避法规 通过购买德国农业合作社或者农业协会的股份 间接获得土地 2020年 西德大约31% 东德大约53%的农业用地掌握在银行 保险公司和制药公司等商业集团手中 对于小农场来说 很多德国人已经负担不起 德国农场主做过估算 按照德国的土地价格 一个农场需要大约200公顷的土地才能养家糊口 因此 乌克兰西部土地就成为昂贵的德国农田的最佳替代品 这是许多德国小型农场的出路 他们跨越几个边界 在德国和乌克兰开展业务 把在德国赚到的钱带到乌克兰并在那里投资农场 过去 每年丰收的前景也促使许多德国农民在乌克兰投资 但是 俄乌战争彻底改变了形势 边界和交通路线已经成为一个困扰德国农场主的问题 他们不得不投入大量的金钱和耐心 以便将他的穀物和玉米运出乌克兰